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转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本周美股再度转为下跌走势 市场在等待下周美联储公开市场会议的最新货币政策公布 而在此之前本周五公布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超出预期 这让投资人担心通膨回落之路恐怕会不太顺利比预期漫长 道指这周是下跌了2.7% 标普白指数跌3.3% 而纳指跌幅最大下跌了近4个百分点 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开低走低 11月份的ISM非制造业指数爆56.5% 这是超过了预期 引发美联储鹰派升息的担忧 再加上有多家投行都不看好美股的前景 周一开盘股指就黯然走低 美债收益率冲高 科技股的卖压承重油价大幅回落也使得能源股表现疲软 周一道指跌了超过480点而纳指跌了近2个百分点 周二美股维持下跌走势 摩根大通还有高顺的总裁同时发布悲观经济警告 周二美股延续了前一天的颓势 金融股可以说刀春一片都表现不佳 科技巨头也是卖压出笼 主要指数全部收低到指下跌了350点 而纳指是再跌2个百分点 来到周三美股开低震荡 收盘没有明确的方向 尽管北京宣布取消一些疫情防控限制 但是美债曲线倒挂恶化 衰退的阴霾挥之不去 美股在连跌两天之后 周三是出现了一定的抗跌性 主要指数收盘时是维持在接近平盘 只有纳指跌幅略高一点点下跌了超过50点 不过来到周四美股就大幅的反弹 上周申请失业金人数透露 就业市场降温迹象 市场压住美联储会政策转向 主要指数就开盘上涨 科技股强势反弹 NVIDIA收盘涨了超过6个百分点 收盘时纳指是大涨1.1% 道指也反弹上涨超过180点 不过到了周五美股又转为下跌走势了 周五是公布了11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透露通膨仍然是相当的顽强 引发市场担忧 美联储的升息之路恐怕还需要持续下去 11月份的PPI是同比上涨了7.4% 就是高出了预估的7.2% 前值为8% 那11月份的PPI环比上涨了0.3% 也是超出预期的0.2% 此外核心PPI的增速也是大幅提升 这在在都表明通膨的压力仍然很大 而且需要时间来进行缓和 收盘时主要股指收低 道指收盘是跌了305点 最后收报在33476点 标普白指数跌29点 最后收报在3934点 纳指跌77点 收报在1104点 至于刚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还有企业消息方面 沃尔玛的执行长麦克米隆表示 全美沃尔玛面临不断增加的店内行窃 恐怕会导致涨价甚至是关店 另外英特尔已经开始执行 包含裁员在内的尊解计划 加州有上百名的员工将会失去工作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沃尔玛执行长麦克米隆 周日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在美国偷窃是严重问题 高于历史水平 若随时间推移 偷窃行为没有减少 沃尔玛的营运成本将会逐渐提高 到时可能关闭全美的实体门市 麦克米隆在采访中并没有透露 今年因为窃到沃尔玛损失多少 但根据路透此前报道 沃尔玛可能因员工和顾客的偷窃 每年损失1%左右的美国总营收 约31美元 麦克米隆指出 减少偷窃的关键在于 与当地执法部门合作 这些执法机构必须配备充足的 警备人员 麦克米隆说 减掉松懈不在意的做法 恐导致价格调账 甚至商店关门应对 沃尔玛并非唯一窃盗事件 频繁的大型零售商 Target财务长上个月也表示 店内行窃数量年增约8分之50 多数的行动是有组织的零售窃盗行为 并不是小偷一两样的个人行动 因此单就本会计年度 已经损失了超过4亿美元 半导体大厂英特尔 一开始在加州展开裁员行动 根据英特尔近日 发给加州就业发展部的通知信函显示 公司准备在加州佛森市裁员111人 并在公司总部所在地圣塔克拉拉裁员90人 报道指出 上述员工将遭永久裁员 预定将在2023年1月31日生效 除了裁员外 报道说英特尔为削减成本 也向其员工提供三个月的五星假期 英特尔周二证实 公司正对全球的制造部门员工 实施自愿性休假计划 表示留住制造人才 是推动英特尔长期成长的关键要素 而自愿休假计划 让公司有机会降低短期成本 英特尔曾在10月下旬宣布 包含裁员在内 明年将启动30亿美元尊结计划 目标是在2025年前 将每年的尊结规模扩大至100亿美元 在此之前 公司公布了三季度营收 虽与去年相当 但较去年同期下滑20% 全年展望也遭到下修 埃克森美孚将调高管理层薪酬 据埃克森美孚提交的监管文件显示 公司薪酬委员会批准将行政总裁 Darren Woods的年薪 由原本的170万美元提高至187.5万美元 新工资于2023年1月1日生效 此外 AxonMobil也提高了财务总监Michael's的薪酬 不过报道也指 埃克森美孚高管年薪 通常在其总薪酬中占比少过10% 他们主要收入多来自于股份奖励及分红 此外 AxonMobil路易斯安那州 炼油石化厂的新装置 周二开始生产聚饼锡 公司表示新装置造价超过50亿美元 可以增加45吨聚比新的产量 使工厂产能翻倍 该公司表示 新部门雇用65名全职员工 施工期间雇用了650多人 聚饼锡用于制造食品和饮料容器 管线一次性药部和药品等各种产品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一公布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6.5 远超过预期的53.1 与上个月的54.4 经过评论指出 数据意外上升 商业活动指数也从55.7上升至64.7 这很难表明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放缓程度如美联储所愿 虽然最新报告中的新订单指数小幅下滑 从前指56.5降至56 但分析认为这只是统计噪音 数据仍处于高位 经验人数也从49.1反弹至51.5 分析认为这一切在提醒市场 美联储的工作还有一段路要走 尤其是在边际通胀压力可能来自服务业的情况下 中英公布非制造业数据 对希望美联储放缓升息步伐的投资人来说 无疑是浇了一盘冷水 数据公布后 10年起美债收益率上升8个基点 升至3.586%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估 明年航空业将实现47亿美元的净利润 届时将有超过40亿人次搭乘飞机 至于今年 IATA将航空业整体亏损预期 从97亿美元下调至69亿 IATA总裁华尔西表示 考量到政府实施的疫情限制 造成金融和经济规模损失 航空业明年恢复盈利是一大进展 但仍有许多公司持续挣扎 因为监管高成本和不一致的政府政策 华尔西说 经济复苏非常脆弱 目前正在逐渐恢复 而且将在明年继续改善 不过航空业的利润空间非常小 无法容忍机场提高收费 影响到公司与乘客 展望未来 IATA认为 2024年全球航空水平 将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准 其中以美国恢复的情况最佳 而亚太地区明显落后 其中的关键变数是中国 如果中国不放松限制 航空公司获利将会受到影响 IATA报告还指出 明年展望的利益风险 使一些经济体将陷入衰退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近期因为收购推特惹出了不小的争议 除了在并购的过程当中戏剧变化 马斯克还喜欢针对政治议题 在推特上大放厥词 这导致投资人对于特斯拉产生了负面的情绪 品牌的形象大受影响 股价也出现下跌 此外中国严格的防疫风控 也冲击到了特斯拉上海厂的生产与制造 以及市场的需求 诸多因素似乎都显示 特斯拉这块原本是闪闪发亮的企业招牌 近期可以说日渐暗淡 究竟特斯拉近期面临了哪些挑战 华尔街对于特斯拉的未来展望又是如何 以下是我们的整理报道 特斯拉企业形象与马斯克个人声望息息相关 这位科技巨头登上全球首富宝座后 更爱在推特高谈破论 但是最新数据显示 马斯克的自语言论不仅为自己惹争议 也让特斯拉形象受了影响 根据英国市调公司YouGolf的品牌调查显示 特斯拉的声望在过去两年大幅下滑 据11月7日YouGolf的调查 对特斯拉持负面观感的受访者 多过正面观感受访者 这是YouGolf自2016年开始追踪特斯拉以来首见 另外美国城间咨询公司也发现 现在对特斯拉持负面观感的人比年初多了许多 由11月27日的调查可知 约22%的受访者对特斯拉持负面观感 比1月调查的15%多出7个百分点 而持正面观感的比例 从1月份的43%降到38% Ophammer的主管经理柯林罗契表示 特斯拉股价已经因为马斯克 埋下推特所产生的争议而大幅下滑 上周摩根斯坦利公布一份报告指出 自马斯克10月底完成与推特的交易以来 特斯拉股价累计下跌25% 市值蒸发1500亿美元 如果以推特退市时410亿美元市值计算 等于特斯拉这一个月内跌去接近4个推特 不过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也同意 下跌后的特斯拉股价具有买进吸引力 毕竟特斯拉在电动车市场上仍有领先优势 CNBC著名分析师主持人Jim Kramer也认为 现在是迈进特斯拉的机会 然而特斯拉还面临另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市场的动荡 冲击到特斯拉制造与需求 彭博8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特斯拉最快将于下周一缩短上海厂的生产班次 并且推迟一些新员工报到时间 知情人士表示 特斯拉上海厂轮班时间将从先前两个11个半小时 缩短到两个9个半小时 此外一些新员工的入职流程已经暂停 原定于11月开始上工的生产人员 包括电池和汽车装配线员工 接收到通知 上班时间延后 预计在明年春节假期后才开始上班 因为目前对工人的需求并不急迫 桑福德·伯恩斯坦分析师萨克纳奇 本周在报告中指出 由于电动汽车竞争日益激烈 再加上全球经济走软 需求似乎越发成为特斯拉面临的一大问题 萨克纳奇表示 特斯拉未来一年可能需要进一步降低在中国的售价 以提升市场需求 而这势必压缩公司获利空间 也成为特斯拉未来发展的一大挑战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 AMFA资本的首席投资官毕宝红 请他来分析一下 本周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我们稍后回来